新北市府你的态度 你的危机处理 你拿出来什么样的SOP 因为这一次恐怕是新北市府的慢办拍 才让后续的民怨变得这么大的发酵 然后更多人高度的关注 而回应也太慢了 明明是主管机关 你本来这件事情 你可能算是公卿治国 现在变成市主 这真的都跟你们新北市府很有关系 我觉得市长的幕僚 动作也有慢慢拍 从一个地方看得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幼儿园事件 在网路上其实已经烧了五六天了 那还包括就是 因为我们有个群组 就是有其他会上节目的人 有在网路上看到 其实都有丢到群组里面 跟提醒市府说 这个东西已经烧起来了 那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 然后要给大家安定的作用 结果我们看到就是市长的脸书 其实都没有针对这个事情 发表意见 到了前两天还在po什么 那个钓鱼台的事件 那很多人就跑去留言 就是说幼儿园都这样的 你还没有众赤 到晚上的时候市长才po个脸书说道歉 但实际上从这个事情在网路上烧 到市长po脸书 其实已经隔很长一段时间 你等于失去了第一时间 让大家安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觉得从市府幕僚 其他的东西等下再跟大家分享 再问一下袁军员 就是说你们丢出来的时候 那里面的这个侯市府相关的人员 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 没有他们都知道 但是我后来看到 就是市长脸书也是没有立刻回应 那当然你说这个世界 有没有政治操作 一定有 一定有 你看这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就是疯狂的打 甚至于我觉得绿的网军也有出动 他们疯狂带风向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事情市政府处理这么慢 主要是这个幼儿园的背景是蓝色的 所以市府就包庇他 他们就是在带这个风向 可是实际上根本没有 因为按照教育局的说法 5月15号接到通报 马上就通知这个检调 检调就介入调查 所以如果说要包庇的话 那他怎么会第一时间 通知检调来调查 所以没有包庇的问题 可是人家会拿来政治操作 所以你当然 不管是站在安定人心 让家长放心的角度 或者是你自己就是政治上攻防 我觉得都要第一时间 要好积极的面对 可是实际上就是没有 然后第二个 你说市府 市府的人员在处理这个事情 有没有慢半拍 我不会人的讲 我觉得也是有 因为板桥就在我的选区 我们当然也会帮家长讲一点话 现在市府抛出来的东西 我就讲一个 他说他们是6月5号才早 因为这事情是5月15号 家长就报案了 我就假装市政府是5月15号知道 他6月5号才派就是协调土城医院的 进到园区里面去做这个裁检动作 5月15到6月5号是隔了20天 那一开始的时候 市政府讲说有啊我们都有这个跟家长问啊 问家长要不要啊也有提供窗口啊 我也问过家长 市府到底什么时候才说要去提供窗口 是5月24号 5月24号确实幼儿园有在家长的群组 讲说呢我们提供一个裁检的窗口 可以去龙肿 但是5月24号离5月15号 那时候这个家长报案也隔了10天啊 那你这10天如果说市府的有同理心 你知道说幼儿幼儿 如果是这10天的小朋友的爸妈 假设他认为他们的小朋友在这个幼儿园 可能被喂药喂毒 你觉得家长会不会非常忧心 会不会 会非常忧心嘛 如果你有同理心 你有没有可能是15号接到报案 你16号17号你就 你就赶快积极协助了嘛 你就会跟他讲说 诶赶快去验赶快去验 我们我们非常担心每个小朋友 在学校可能会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立刻提供了这个窗口 我们协助你验 然后然后让你 如果说你验不出巴比陀的话 你可以安心 如果你有验出巴比陀的话 我们赶快该 该这个看医生的看医生 然后或者是说 该怎么样该怎么样 可是没有啊 你5月24号只是提供一个医院窗口 你6月5号才是派人到院去 到幼儿园去裁检 那是不是太慢了嘛 就是有太慢了嘛 然后过程当中 我跟家长讲说 那个教育局的人员联系也是滴滴辣啦 有一个家 有一个家长说啦 市政府晚上6点钟开说明会 4点才通知他 他想说这人是怎样 当我没事是不是 奶奶等着你参加你的说明会嘛 然后那个家长呢 接到这个电话半小时之后 又收到一个简讯 然后是教育局人发给他的 然后就说 这位家长你好 因为呢都打不通 你的电话都打不通 所以只好传简讯给你联系你 我们晚上6点开会 那个家长就生气啦 刚刚我不是还给你挂电话吗 你怎么会又说什么联系不到我 然后他就讲说 教育局人员你在干嘛 这个家长不过只有四五十个 五十几个家长你都联系不好 现在就说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全国矚目了 结果市政府里面的公务人员 你连联系你都让人家觉得你漫不经心 那你觉得这些家长怎么对你市政府会放心嘛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事情 如果上纲到侯友宜市长 当然有的 有的不应该上纲到他 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联系的工作 那一定是那个市政府的 就是基层公务人员层次 但是现在不管是基层公务人员的问题 或者是局长的问题 全部都会算到侯友宜的头上嘛 所以呢这个 不管是侯友宜也好 或者是副市长什么什么 是不是应该要求这些市府的公务人员 上井八条 做事情要积极面对 不要有时候真的官僚 因为有的市政府的人员就是很官僚嘛 我们平常在当议员咨询他们问题的时候 反应事情永远都是跟你讲说 我们会加强 我们会努力改善 可是都没有具体做法出来 有时候在总之群都很生气啊 直接跟他讲说那你要怎么解决 你说你要加强解决 你就没有解决嘛 有很多问题都是这样啊 那现在连这个社会瞩目的重大事件 你都这种态度 那你觉得大家不会更严厉的在骂侯友宜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站在家长角度 市政府就是要好好处理 然后站在刚刚波及后来讲到那个 选举公... 我不能说把这个事情上当选举啊 这只能看说 在这个政治的这个 对方的政治操作上 你因应还是太慢嘛 慢不经心嘛 所以就会让人家对你的团队产生一些质疑啦 这是很严重的 我想要先进一段 在现在目前网路上面疯传的这个影片 是我们中天这边剪辑出来的小编说 我们这个熬夜加班也希望可以剪出来 那大家等一下先心平静气的看这段影片 给大家这个五个字一起搭配服用这个影片 要做恨铁不成钢 那所以是希望这个侯市长侯市府 还有侯友宜的团队 可以更加的加把劲 好好的跟上 那你可以听得进去 我们先看这段影片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棚内 请来宾帮我们来解析 第三名 第三啊 他还是第三 目前人家第三排第三 侯友宜第三 没有一份民调显示他在中南部有票 侯友宜竟然在云嘉南是排第三名 我担心的是侯友宜在花莲会崩盘 他心本也落后 拉上30%以上可能吗 我目前没有看到侯友宜的具体的作为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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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惊胆调 我担心 我是真的很忧心 是他的幕僚作业有问题 他现在整个团队还是有很大的缺陷 这个团队想事情的方式 跟大家的理解 出现了很大的落差 侯友宜的团队 对很多敏感的政治问题 判断不准 进办要谨慎 侯竞选总部的速度太厉害 很多事情的反应 其实是很不及时 他的竞选工作室 力量真的是太弱 你的竞选团队要进入作战模式 国民党内部不够支持侯 他过去跟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似乎没什么来往 他去嘉义 请问华敏会有出来吗 他去台中 请问袁庆非要有出来吗 好像跟国民党 其他人都不太熟 莫名其妙去得罪 傅君吉 言清彪那边稍微严厉了一点 他以前没怎么帮韩国瑜 有很多韩粉对他不满 那些人对侯友友不满 但并不恨他 他在国民党的关系 要想办法去修补 你真正需要拜会的是 韩国瑜啊 郭台铭啊 想尽办法都要会到面啊 他们的支持者是有声量的 三顾毛鲁 四顾毛鲁 甚至五六顾毛鲁 五顾 十顾 都要展现诚意 真的是诚意的问题 侯市长的主动 积极跟诚意都略显不足 南军的整合的步调 还是要加快 侯友宜应该当过刑警 应该很熟练这种 社会书 你们有没有本大原则讲清楚 你要不要九二共识 侯友宜没什么两岸论说 在钓鱼台或在核电 你的主张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敢讲 我就是要演绎了啦 你就具体的讲 这有什么困难呢 人家就觉得躲来躲去 河南政策应该是一个加分匹 反安战争与和平的议题 市长对国民党是很大的力波 侯友宜没有好好地去 抓住这个议题来猛打 你都在追着人家屁股后面跑 没有掌握要害啊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理直气壮 你怎么去号召你的基本知识者 我也希望侯市长 他能够本人亲自出面 来跟大家说清楚蒋零百 岁月静好了 岁月静好 岁月静好 他的动作显然是慢半拍的 讯息不灵通 力道很弱 攻防上比较慢 侯友也就是要反应要炫术 攻击力道要快准狠嘛 你不及早请假 那你就要把每一个议题 都要反向去打中央呢 你如果没有这个反击中央的能力 那我跟你讲 你就一路挨打到卷队 你的媒体关系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看不到你侯市长 因为媒体你当然是要有画面 要有本人说法 我们才好帮你去宣传嘛 对 侯友宜没有本人的镜头 这好奇怪 你就本人受访所以有问题吗 你没有出来讲话 也没贴脸书 那这要怎么搞 他没有讲话人家怎么弄 你要有东西让他剪嘛 面对媒体的表现 一直都没有最佳的状态出现 三个人里面表现最弱的 你说话可能没什么重点 很没有意思 不想再听你讲话了 然后你讲的又是 乐乐等绕来绕去 人家就剪不出来嘛 你这个网络操作完全不行 个人要在网络 媒体上好 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你要抛政策你就赶快抛什么 不要什么七月份再抛 我也不懂为什么要再多等一个月 你要提升自己的亮度 你要想办法当主角 选举他就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我友谊就觉得说 我反正把事情做好 老百姓最后会了解 对不起啊 只有新北市你了解 我认为至少要在七月的时候 你至少要站稳蓝军的基本牌 然后三层的话 你就已经有一个所谓逆转的 一个态势 然后你不能再次排第三 我建议这个侯团队 去看一下柯林顿第一次竞选 美国总统的那一本教科书 我是建议侯友谊 你就学宋朝那时候要统一天下的时候的做法 先亦后难 就要加把劲 恨铁不成钢好吗 打铁还须自身厌 侯市长的工作是加油 我都觉得还来得及 真的有待加强 加油加油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实际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闻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 没关系绿媒不报的中天买报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